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场都会沸腾 是不是啊 所以现在请大家用掌声 尖叫声 欢迎我们今天的明星 他就是李雨春 哇 天天来啦 娱乐任务行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李雨春 祝娱乐任务行 生日快乐 然后祝电视机天的观众朋友 春节快乐 只要春春来 你不说什么话 我们都觉得很快乐 是不是 大家都非常喜欢李雨春 而且今天呢 春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据说也是为我们准备了礼物 对 当然要准备礼物 你知道每次开场的时候 来宾一来我叫索要礼物 我自己都觉得有一些不好意思 那我 你准备礼物是什么 是我刚刚 就是九月份 九月份在北京的一个首餐会的DVD 哎呀 这是初碟就送给我了吗 啊 你吗 哎呦 天哪 这是新鲜出炉的哦 天哪 这很超值 市面上要卖多少钱大概 啊 这你不了解是不是 不是很清楚 哎 总之我们今天就是白拿到了就对了 对对对 感觉是每次都占了便宜 那这样好了 这个送礼物是一方面了 我觉得春春如果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不唱的话 是有一些可惜啊 因为是因为我训练的四周岁生日嘛 所以把我的酷啦啦那首歌呢 改编了几句歌词 哦 真的啊 对 就特别为我们节目这样即兴地这样改一下 对对对对 也没即兴 也是精心准备了吧 好 酷啦啦 哗啦啦 祝福娱乐人我心酷啦啦 哗啦啦 四周岁生日快乐呀 好了 那今天呢 春春来到现场 我们也是觉得有这个特别开心的这个感觉 当然呢 我们准备了礼物还有惩罚 但是到底归谁所有呢 我们还是要经过三关的比拼 好 所以呢 这样子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关 娱乐大考 本人的工作就是一个娱乐主播 所以这一关对我来说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艺人能够战胜我 所以春春等一下就多有得罪了 你就嗨嗨嗨嗨嗨 来 第一问我先来问你哦 来看 请问娱乐任我行是哪天开播的 A 1月1号 B 1月16号 C 1月28号 不然你懵一个吧 我电波过来 C 1月28号 猜的 你是猜的哈 好 我们来看看春春猜是不是能够猜中呢 猜对了 太厉害了吧 他用猜的都可以猜赢 好 那你问我第一道是什么问题 哦 李宇春天津签售会是以哪一种方式出场的呢 A 豪华游轮 B 直升飞机 C 威亚出场 这个因为我播娱乐资讯说我播过这一条 我总在讲这句话 所以 所以我一定知道答案就是 肯定是B 因为这条新闻当天是我播的 好的 对 直升飞机 好 来 第二问 请问肖亚轩跳舞时 扭伤了哪里呢 A 脚腕 B 手腕 C 腰部 绝的是哪里 A 为什么 绝的嘛 都说是绝的了 这是绝的哈 他为什么每次都能猜中啊 你逃我第二位 李宇春的生日是哪天 4月2号 3月9号还是3月10号 我猜是3月10号 对啊 对啊 所以从刚才这个答题过程就看得出来 我在答题的时候都是充满智慧的 运用脑筋的 好不好 所以现在目前比分是打平手 好不好 来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一题 好 请问一下 沈灵就是我 沈灵嘴唇上的黑质是在哪一边呢 A 左边 B 中间 C 右边 给你看一下 A 我们来看一看 是不是呢 他每题都能够答中 李宇春的第一支单曲是什么 喜欢你就把我当作你 就是冬天快乐 好 对不对 对不对 其实真正意义上李宇春的单曲 冬天快乐只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支发表的单曲 有一首单曲我知道 是并没有发表 叫做一夜长大对不对 对不对 对对对 是有这样的一首歌 好 来 我们看一看第四题 我们这支笔分真是 好 娱乐任我行的生日歌是谁写的呢 A 雨泉 B 胡彦斌 C 丁薇 觉得应该 是B 不可能 他居然觉得错了 超女比赛时 谁被PK下去的时候 惹得春春哭了呢 啊 觉得你得问题 你觉得我的问题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说简单也不简单 就是真正了解你才会知道 那碰巧呢 我也是超级女生的忠实观众 所以当然是 让我做快乐的宝贝 就是和解 这个 现在春春是答对三题 没关系 还有第五题 我们看一下 没有太大的希望 请问 哪个艺人在节目录制现场 公开捏过沈凌的脸呢 A是江美琪 B是徐若轩 C是阿雅 我觉得 我给你情景再现一下好不好 好 就是这样 你的小脸好嫩哦 就这样的捏了一下 我觉得 你猜会是谁做出这种举动 阿雅吧 因为她比较活泼 活泼啊 确定吗 那就 不可能又是A啊 确定吗 如果是A的话 导演很过分 是徐若轩 好 那所以呢 这个春春目前是有三道题答对 所以这个我们还要继续比下去吗 我觉得不用了 因为这个 这个题我都 怎样 心里面就觉得 我的希望不是很大 好吧 那现在就不好意思 麻烦各位给我一些掌声 因为第一局我赢了 好 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比拼第二关 进化第二 才艺大比拼 主持人与嘉宾分别展出最拿手结果 比赛结果由大宋行为举牌裁定 获得笑脸最多者获胜 今天这一关呢 我觉得如果说我没有信心赢的话 那真的是太愧对我这项才艺 因为这是我从来没有在任何节目当中 展露过的没有在任何场合展露过的 那就是 绝活 对 绝活祖传的 就是用鼻子来弹琴 怎么样 怕了没 没听过 没听过 来 来来来 随我来 我引领你去看一下 这边有一条僻静的小路 它就是通向等一下我演奏的区域 好 好 所以现在呢 我的鼻子演奏开始了 准备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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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好厲害 我只想關心一下你眼睛有沒有對 目送著春春上舞台的背眼 我真的覺得我好殘忍喔 我幹嘛用這麼厲害的一招來對付她呢 所以春春接下來你準備用什麼招數來應對 打個鼓 不會就是台上的這一副架子鼓吧 是的 我會不會是台上的 打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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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有吗 有 这个我们就 因为就是完全被那个气势所盖住了 征服了 我相信大家在欣赏过有专业级水准 以及国际级水准这个演出之后呢 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很紧张了 因为就是大家觉得事均立敌嘛 我们就请现场的评审来亮牌决定 到底他们觉得谁比较精彩一点 好不好 好 我们现场的评审请准备了 首先我们为春春来亮牌 请举牌 一片飘红哦 牙齿好白哦 对 那下面呢就请为我来亮牌 喂 你们干嘛 反正就现在是李雨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 我们一比一打平了 谢谢 马上就要到我们的第三关 游戏环节三 终极PK挑战赛 这局比赛中 李雨春唱一首自己新专期的歌曲 主持人将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来挑战嘉宾 比赛结果由大众评为举牌裁定 获得教练最多者获胜 请不惯一切都需要等待 自由自在 到离开了就离开 我才期待 一些美丽的对白 不是没说爱 只有我的节拍 在这旋闹的地方 你是早已没有的力量 好像在所有都停止以后 我要找到我的希望 哭啦啦 哗啦啦 连工开始下雨了 哭啦啦 哗啦啦 拎着我心情爽了 哭啦啦 哗啦啦 所有的烦恼融化哭啦啦啦啦啦 我学会如何开心啊 一定要开心啊 又一次是要站在原版面前唱这首歌 你也要唱这首歌 我可以合作一首歌吗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没有 春春他们说让我跟你合作一把 嗯 没有 没有 哈哈哈 好 那我就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的 我的心里 只有你没有的 要相信 我的心里 会不会见 我就是这样我慢着 我的眉毛为了你活 我的眼睛为了你渴 从来不是为了她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呢 你要相信我的气氛的家 我的眼睛为了你渴 我的眉毛为了你活 从来不是为了她 嘿 呀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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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来吧 表演完之后心里很复杂 好像有点惊着我们今天的来宾 春春你还好吗 自己玩得开心吗 来 这个 活生生地看到全国冠军 在我们的周年庆节目当中被逼疯了 在那边 哎呦 不错不错 挺好的 挺好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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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我觉得春春她作为一个大家这么喜欢的偶像 不是说一个花架子或怎么样 我们大家看到她在比赛之后这段时间真的是非常的努力 而且唱片成绩包括现在发这个DVD啊 春春这么辛苦也要给她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谢谢 所以现在呢 那就麻烦还是底下的观众朋友 我们来评分一下 首先 请给春春来亮分 请亮牌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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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 只有五个哭脸 还好 还好 好吧 嗯 好 那接下来要准备给我亮分了 好 请亮分 哎呦 那现在呢 这个 我们这一局呢 因为刚才我相信有很多人是给我面子喷了 让我小胜了一下 所以接下来就要接受惩罚 是 抽一个呢 抽一个 还是 好 那就不用 还是 那你是说我帮你抽好 还是你自己抽 你帮我受惩罚 你就帮我抽吧 哦 那你自己来吧 你会选哪个 节目组的每一个都很厉害 写的都很刁钻 就是一个 哎 没有见过全个偶像在节目里叹息吧 什么东西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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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换吗 是什么 我看看 是什么 我看看 请做 五个连拍的表情 撒娇 可爱 悲伤 高兴 还有发怒 这个春春我觉得她很少在镜头面前展露这一面 这样 我不如我先来示范一下好了 拍出你之间 拍出你之间 你来 那你等一下不就变成模仿我了吗 你都模仿我 我也可以模仿你 哦 那我做到什么程度 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吗 那可不一定 这 可爱的连拍来咯 大家好 可爱 悲伤 高兴 高兴 肚子痛 没有了 没有肚子痛 肚子痛是加眼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掌声欢迎李宇春 开始了 第一个 撒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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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可爱 第三个 悲伤 高兴 发怒 好 浑身脑袋疼 我获得胜利咯 恭喜我 我们也再一次 谢谢李宇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我们共同学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